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杨阳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小兔和小狗 编著陈奇、慧、梦现龙 小兔和小狗 早上,小花说 我走了,再见 小兔倾倾小花的手 小花说,乖 小花走了 家里只有小兔和小狗了 小兔是老大 小兔吃东西、喝水 现在它准备好了 它跳出围栏 开始了新的一天 它洗了耳朵和嘴巴 还用了香水 它问,镜子、镜子 小狗和小兔 谁漂亮 看见小鸟 小兔说 来,我们一起唱歌 小兔喜欢看书 它看了一本 又一本 小兔和小狗 小兔和小狗做游戏 小狗找不到它 我在这儿 来找我 小兔说 小狗大叫 跑过来 小兔跳进了围栏 小兔跳进了围栏 这时小花回来了 它说 小兔乖 小狗家里怎么了 词词 词语表 词语表 兔 轻 乖 支 指 老大 跳 围栏 耳朵 嘴巴 用 乡 香水 镜子 小鸟 语 做游戏 找不到 这儿 这时 回来 好了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小兔和小狗 这个故事 你们听懂了吗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是你们的杨阳老师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